大家好,我现在江苏疑心 我身后是阳县第一人物 等一下我们重点来介绍看一看 顺着湖边我走着走着就发现了这个阳县第一人物 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在想 那这我不得查查资料吗 这不查资料的话我也完全不知道啊 因为这在书本上从来没学过 电视纪录片上从来没看到过 我一查资料才知道了 这个人物是相当不简单的 阳县第一人物 咱别的不说 就说他那个阳后面那个字 我刚才就研究了半天 实在是查不出来 后来我就问了本地人了 不然的话我是根本不知道的 那个后面写的是阳县第一人物啊 那个字我相信一般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吧 看一下这个纯花岗岩打造 他手持宝剑在斩杀蛟龙 他的名字叫周处 周处处于西晋和东吴年代 大叔和阿姨在这里尽情的欢唱 然后周处他为什么出名呢 他是疑心家喻户晓的人物 刚才上面写的是阳县第一人 古时候疑心叫阳县 现在叫疑心啊 他那个时候叫周处除三害嘛 他有这么一个典故 就是本地人都是知道的 只不过我们外地人不知道 我要是不来到这里的话 我也从来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哪三害呢 山上的老虎 水里的蛟龙 外加他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的三害 然后周处当时听到了 那老虎和蛟龙我去把他们打掉 然后周处就堆着弓箭 把山上的老虎三剑射杀了 然后剩下水里的蛟龙 然后周处呢 就带上那把宝剑还有刀 在水里和蛟龙大战了三天三夜 然后人们都以为呢 周处也一起牺牲了 对吧 当地居民呢 就在那里欢快的开心嘛 对吧 然后周处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他发现老百姓呢 都讨厌他 都以为他也是三害当中的一个嘛 对吧 他自己从那以后呢 就痛改前非 就是好好地做人 然后读书 后来他在本地当了大官 所以这就是关于周处的故事 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典故的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只不过我在书本上没学到 电视纪录片上从来没看到 我要是不来疑心的话 我是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典故的 故事和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然后看一下这个角度 那个大始终那个时间是正确的 这边有一个桥 这个桥的名字就叫 重建焦桥 就是那个焦龙的那个焦字 走 我们上去看一下啊 因为当时那个焦龙就在这个水里面 新风作浪 干坏事 对吧 到处干坏事啊 还有山上的老虎 所以说周处呢 就把那那两大害除掉了 没想到那另外一大害就是他自己 所以说他后来他就好好地做人 对人们老百姓也很好 也不再欺负 欺负小朋友们了 所以说周处他的故事是非常有 那个叫什么 义的啊 这上面写的是重建焦桥碑记 也就是说这个桥是重新修建了 这个桥不简单啊 是汉朝的汉县地那个年代所建 后来在1081年又重新的进行了修建 那么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桥 应该是近20年左右又重新的修建了 这次把它建的说实话 建的有点太高了 当然他在这个湖边的话 高就高吧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往上看 这个画面感 哇塞 好有压迫感 我还从来没上过这么高的 这个叫什么石拱桥 这个超出我之前的任何一个地方 看到的这个石拱桥的这个高度 已经走到了桥的最高处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老城区方向 哇塞 宜兴真的是太漂亮了 不来不知道啊 这一来让我震撼 就两个字 一个县级城市建的这么好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太棒了 那边那个大桥也好看 有时间的话我再走过去啊 这个大钟楼绝对是宜兴的一个 非常有特点的楼 关键那个时间还是正确的 1点45分 然后远处的这个山 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像画筒一样的 那个建筑真的是特别 很特别啊 那个有时间我来查查 看看能不能上去观光 最好是有所到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美丽的宜兴 怎么样 这个县级城市给人的感觉 是不是无敌天花板的存在 太棒了 那关于周处除三害 还有胶桥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